TAS红遍全球,在日本的粉丝数量不输韩国 曾登上东京巨蛋连开三场演唱会 成为海外女团等东京巨蛋第一 本月底,TAS即将发行第四张日文专辑Celebrate 宣传活动也如火如图进行中 日前,全员举行线上粉丝见面会与粉丝们互动 周子瑜身穿米白色短袖衬衫式洋装 跟金色的发色相呼应 其中在与某位粉丝的脸线聊天时 周子瑜先感谢粉丝们在生日期间 在许多著名景点打造的生日灯香应援 而后粉丝更直求告白对子瑜说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子瑜也笑着回 好 影片外流后让许多网友大赞 太羡慕这位万斯了 好幸福的粉丝哦 子瑜对粉丝真好 其实,周子瑜在面对粉丝网友这类型的告白时 通常都是微笑一对 也曾在受访时说过 我有很多老公 我会永远对万斯这么好的 除大方回应粉丝的告白 周子瑜也在镜头前挑了一段 近日成员纳雷Solo发行的新作品 POP 一边跳海一边跟着旋律哼歌 超萌乃音又让粉丝暴动 知乎真的太可爱了 直到昨夜今晨 都一直是网友讨论的焦点话题 爱的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感谢观看